大家好我是啟明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中共大事渲染的八年党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 异常状况频宴 原定6月29号 在尿巢体育馆举行大营演出 罕见提前一日举行 而且境外媒体拍摄的影片 三日后才准许发布 这是非常诡异的事 为什么推迟呢 目前不是很清楚 或者以后会知道 今天我和大家开个脑洞 我自己猜一下是什么一回事 有可能就是那一日的日子 冲黑到习近平一尊 所以习近平就将他取消 这个是有可能 不是没可能 我们对习近平这个性格了解 等会我们会讲到习近平的性格 所以说这件事不是没可能 因为你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 没可能中共他 尤其是中共八年 所谓的这个八年兴党活动 怎么会突然间改日期呢 这个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大忌 他是绝对不会改的 为什么呢 只有是习近平发明令 习近平要改 为什么习近平要改呢 可能是冲倒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这个人 其实是非常违信的 我们跟着来再和大家分析 6月29号 习近平向29号 中共党员颁授七一分章的时候 要求全党都要有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的情怀 我将无我从字面看的是佛教用语 他表示不是说没自己 而是忘我境界 一个人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 往往会达到无我状态 暂时忘记自己 中共是无神论 他自己就搞迷信 大家知道习近平去年四月到陕西巡岭 而且是大谈风水和祖墨 可能是面临政权危机 回老家赶拜这个龙墨 他叫祖墨不叫龙墨 这样看来习近平其实是很迷信 其实不止是习近平 好像毛泽东、邓小平、江夏姆这帮人 其实都很迷信 专门有人为他们服务 就是为他算命 和他们找老道 这些故事有很多 原定于6月29日 在尿巢体育馆举行的大型演出被取消 可能和习近平的迷信有关 还有一件事也非常诡异 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 习近平带领中共现任最高领导层集体现身演出现场 但是这帮前任的领导 常委都没有出席 他们总共有8个人 就是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吴邦国、温家宝、宋平、李南青、罗干等等 就是这8个人缺席 都没有出席 这是极不尋常的事 也是非常诡异的事 当然有一种可能是习近平这个人太小气 没有邀请他们出席 这是很有可能 因为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这帮人 在不同的事情上 都和习近平提过意见 或者说对习近平他的政策有意见 所以很多人看不过眼习近平 比如这个温家宝他对文革不满 朱镕基在香港问题上对习近平不满 还有这个胡锦涛 其实在不同场合都警告过习近平 而且他当时将权力都给习近平 现在习近平又要搞什么党主席连任 所以胡锦涛都是看不过眼他 其实有很多 好像宋平和这帮中共的元老 很多都是看不过眼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索性就不请他们 但是江泽民为什么不请呢? 江泽民本来像一条干尸 可能在家无法出没 可能就不请他 所以说是习近平这个性格决定的 这帮人你给我提过意见 你出席我见到你就不舒服 所以我索性就不请你 等你自己留在家就算 如果说习近平邀请他们出席的话 基于他们是中共常委 而且他们想保住中共的话 他们是会出席 而且习近平如果说 邀请他们出席的话 他们必须要出席的 所以好有一种可能 就是习近平没有请到他们 习近平心胸太窄 其实这个是很符合习近平的性格 好有可能就是这样 比如说在香港问题上 中美贸易战上 习近平从来都没有復元 所以说习近平是加速师 说的一点都没错 在推特上传出一段片 是非常有意思 在中国某地举办一场 红色歌曲合唱比赛 我们看到一帮新村演出服装 男男女女正卖力合唱的时候 一只浅黄色的狗 突然跑上舞台 接着有工作人员上前 试图将狗赶走 不管用脚踢 还是挥动武棍驱赶 这只狗就是不走 就是不离开 这个指挥身边 网友说 一不小心 被畜生上台 这里预示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猜啦 那个指挥 指的是不是习近平呢 我们再来看一段片 都是很有意思 四川省宜宾市聚州区 举行的一场八年党庆活动中 一帮新村粉红衣裙的大妈 正在跳着这个线舞 当舞蹈队变形的时候 一名女演员走到台前 突然倒地 抽搐几下就不动得 还有一段片显示 在北京通州举办 唱红歌表演现场 站在后排左边第三个 一个男人 演唱过程中突然似乎神志不清 头慢慢下垂 身体向前倾 依靠前面的女演唱者身上 最后跌了在地下 这样这帮都是 和中共唱赞歌的这帮人 在现场就遭到报应 其实是不是这个毛泽东 来找他们呢 要他们赶紧落地獄呢 我们就不知道 反正这些事就是中共的所谓八年党庆 的时候所发生这样的事 习敏平其实应该好好地想下 有那么多不尋常的事发生 习敏平还要搞这个什么党庆 现在习敏平是一条路走到黑 他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影片感兴趣的话 麻烦赞好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 多谢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